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有很多朋友问我一期大众的杰达品牌杰达vs5 vs7他们的质量怎么样性价比怎么样值不值得我们来买 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朋友们这是一辆大众杰达的vs5也是杰达品牌当中销量最好的一个车厢 这是20款的自动达车厢 这个车搭载的发动机呢是大众121系列的1.4T无能增加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啊 像一些大众车烧酒在这款发动机上几乎很少见 这台发动机呢它采用的是这个正式皮带的 像这个正式皮带不是免维护的 一般10到10万公里啊就要检查更快 这台发动机它的功率呢有110千瓦150匹马力 它算是一个高工版的发动机 还有这台发动机它的无能增加的一个散热方式呢 采用的是水冷的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水箱 这种水冷的散热方式相比那种风冷的中冷气散热方式 它的效率会更好一点更稳定一点 所以对发动机的油耗动力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而且这个大众A211的发动机呢 单从发动机的节油性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杰达品牌1.4T全系搭载的都是六速的爱信AT比较强 所以这种搭配的话相对整车的油耗呢 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而且这个车如果在市区行驶的话 百公里油耗都在9升左右 油耗还是偏高一点 除了这个大众杰达品牌的1.4T发动机搭载的是AT比较箱 像大众品牌包括奥迪的1.4T发动机搭载的全部都是双离合的比较箱 双离合的比较箱整体油耗都要比AT的要好很多 所以AT的比较箱虽然它这个皮实耐用 但是油耗呢还是普遍偏高一点 杰达VS5的发动机仓有一个通病就是漏水 急于版这个地方一到下一天就会从这个位置往下滴水 滴到涡轮扎器上导致涡轮扎器生锈 大家可以看这个在赛店就做过处理 在这个地方糊了一点这种密封胶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杰达VS5的底盘怎么样 因为这辆车的售价在10万块钱左右 所以它底盘的用料基本上都是这种这个单层的创扎件为主 像这个下着臂都是单层的创扎件 包括中间这个前拖架也是 整体的用料非常的一般 但是呢这种大众系列的车 它的中间位置的底盘还是非常平整的 而且呢有非常大的这种护板 这个跑高速的时候啊 这个对噪音控制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底盘下面这种防锈涂层呢 大众车一向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管这种地方有没有这个安装零配件啊 基本上所有能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这种非常厚的这种防锈涂层 像这个地方 而且做工呢也比较均匀 比一些日系车要好很多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后悬架 杰达VS5虽然算是10万块钱左右的 但是呢后悬架采用的也是独立悬架 比一些日系的这种小型SUV啊 后悬架的结构要复杂很多 而且整体的输入性也要好很多 但是呢用料也是这种单层的创扎件 看起来非常的单薄 因为大众涡轮增压发动机 都比较容易形成积碳 所以它的排挤管上的排位孔啊 流出来的水都是黑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排挤管这个位置啊 咱从这个位置呢 能分辨出这个车烧不烧机油 这个车的排挤管还是非常干净的 几乎是没有什么黑色的东西 所以说即使有低碳 但现在呢它是不烧机油的 再来看一下杰达VS5的内饰 这个车算是一个中配车型 但是呢这种合资车啊 像这种10万块钱左右的 不管是SUV还是轿车啊 它的配置都是相当低的 尤其是这个大众或者是丰田一类的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工作台呢全部都是塑料的 唯一配置算高一点呢 也就是这个中控大屏 但其实这个屏幕并没有多大啊 这些地方都是不会显示的 然后这个手动空调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这种减配 它都给减配掉了 整车的所有地方 像这种出风口 基本没有这个镀隔键 要说唯一的镀隔键呢 就是这个门拉手 这个算是一个镀隔键 像这上面呢都是厚加装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车的百公里油耗 车主反应长期都是九个油到十个油之间 现在是十点零 可能是夏季开空调的原因 而且这个仪标板啊 配置也是比较低的 像这种盒子车 尤其是大众丰田之类的 都是非常能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左前面的门市板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都是仿真皮的包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后门 后门这个地方是仿真皮的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硬塑料 按正常来讲呢 这个地方应该和前面一样 也是一个软包的 但是这个就把这个整掉了 大众捷达的VS系列 VS5和VS7 两款车的三搭件是一样的 VS7只是比VS5的配置高点 空间大点 卖的价格贵点 所以它的性价比呢 并没有VS5好 而且这两款车呢 它都需要加95号汽油 所以后期的养车成本比较高 如果你长期使用92发动机呢 就比较容易形成积碳 后期发动机就有可能会烧机油 所以大众捷达品牌呢 就是配置比较低 养车成本稍高一点 整体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所以它现在的销量呢 就是不温不火的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希望大家给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